台中市长卢秀燕最近在社群转体上 秀出了市长式的小冰箱 明明有十多瓶的可乐 是夏天消暑解渴必备 那绿营议员就批评 市长公开喝含糖饮料 饮食教育开倒车 恐怕会让校园的肥胖问题更加严重 其实最重要我觉得还是要从 饮食教育 从食欲来着手 画面秀出台中市长式的小冰箱 数一数里面有十几瓶可乐 市长笑说好满足 但这样的影片却被绿营议员认为 恐怕会鼓励小朋友多喝含糖饮料 让学童的肥胖问题更严重 那可乐也可能会造成心脏疾病 非常直接的原因 那也会对牙齿跟对整个身体 尤其是胃非常的伤 那我也想请市长 是不是能够就这个部分 你应该能够做一个最好的示范 让孩子让家长让老师知道说 卢市长我虽然喝可乐 但是我还是以白开水为我 平常主要这个饮食饮用最主要的这个饮品 市长公开喝可乐在网路上获得不少赞数 但卢秀燕市长强调平常都喝白开水可乐是犒赏 含糖饮料适可而至 我是以喝白开水为主 但是呢我偶尔会犒赏自己喝点可乐 太棒 那所以基本上 因为我很担心外界看到这牌子 以为卢秀燕都是用喝可乐 替代白开水 会犒赏自己喝点可乐 根据统计台中国小学童体重过重比例有13% 国中更高达17% 明代认为公众人物应该做好良好示范 多加宣导健康的饮食习惯 记者杨宗环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